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货架可以让你允许跑车一辆 太好了 看货架可以让你找到另一半 哇 真的 不要骗观众啦 哎呦 这过不到自己那一关你怎么讲 现在什么东西都讲究噱头 我们都希望可以创造噱头 信更多观众支持我们 有噱头 可是你要办得到才可以 那又是啦 现在有些餐馆噢 他们推出一些噱头美食噢 看起来很不错的 比如说 可以喝的麻辣糖 汤很好喝的烤鱼 冰山鸡泡你看 整座山在这边热它的冰块 爹中海鸡腿饭 好大一碗啊 你是不是想说有没有这么厉害噢 跟着我们走你就知道噢 这一家就是功夫鱼了噢 我还没有看到鱼之前我看到很多菜耶 对啊我以为功夫鱼就是 里面可能比较硬朗一点点的 可是有这么清新的有机蔬菜一整排了 这些有机蔬菜是可以拿来做沙拉的 而且你可以拿来做那个蔬果汁 哦它如果我点了它就直接从这边摘下去做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用心的一个做法来的噢 对很新鲜噢 对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的环境 其实就是一种很舒服啦 也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压迫感的 其实我更期待的就是它的那个噱头美食 哇那个好萌的噢 哇这个麻辣汤烤鱼看起来真的蛮油的 可是它很香 它不像我之前吃过那种麻辣火锅那种 很难闻的那种气味啊 这个是香味来的啦 13种香料耶 OK然后 它说可以喝哦 你敢试吗 当然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 嗯好喝哦 花椒的香味 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麻辣汤喝下去的味道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一种咸香咸香的哦 可是又带有一点点那个鱼肉的一些微微的甜味 最重要是它放了很多的香料 无论是花椒 藤椒啊 辣椒干等等 全部进入那个汤子里面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有那个藤椒 因为藤椒它闻起来的味道 比花椒更香 然后有花椒的那个麻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 它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呛口 可是那种香味 提食啦 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中这么油 喝下去的时候 对对对对 它没有想象中这么油哦 因为一般那种麻辣锅哦 它的油是很厚的 这个有微微的调整过 所以我觉得OK啊 我们一定要吃它的鱼啦 因为怎么说都是 上来烤鱼嘛 它的名字也取得很有噱头 等一下 功夫鱼 在哪里 鱼在哪里 我看不到 这全部辣椒干 我是觉得他们很认真去制作哦 你看那个鱼烤了之后 然后再加入那些汤麻辣的油 再包香过的花椒啊辣椒干等等 所以它很香 而且啊这个烤鱼啊 它是有用那个姜啊葱啊去先腌制过 你知道吗 你看一下它用的是什么 雪鱼 这不会很浪费雪鱼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雪鱼这样子做会不会浪费 可是我也不知道了 我们先吃过再讲 OK 因为雪鱼它的油脂是非常的浓的嘛 对 非常厚的 而且有很多那个胶原蛋白 你看 你看它的那个皮烤的颜色很漂亮耶 嗯 嗯 有吃到皮 它烤到它有点微微的脆的 然后那个鱼油的香味 全部是 逼出来的 这就是雪鱼 然后完全不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会浪费那个雪鱼 因为它反而变得更有层次 而且因为它是雪鱼 它油分够 烤了过后啊 那个油脂就更香 嗯 它并没有很麻辣咧 因为刚刚我们喝了几口 现在我嘴巴只是麻麻而已 我家嘴巴有那种 呃小麻一在上面爬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我吃一下那个宽粉 好 嗯 它有糖性喔 很滑溜 这个一定要顺热吃 我觉得辣 真的 就是你跟一群朋友一起来的时候 在吃的时候 一端上来是吃了 不要等到它凉脸才吃 那真的是有差别的齁 下雨天吃这个更好 我很羞 再来我们要赶快吃那一个 哦 湯很好喝的烤鱼 这个名字也是一种噱头啦 是 我问过那个老板喔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他最真心觉得 这个汤真的很好喝 来喝一下它的汤了喔 哇 就是海鲜拼盘耶 因为有一条很大条的石斑鱼 有虾 对 还有那个蛤蜊 对 嗯 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喝 哦 果然是汤很好喝的烤鱼啊 我原本以为啊 我们应该要先吃这道 再吃这道 可是我觉得吃了这道 再喝这里的汤 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因为你的嘴巴还有一点点那个 微微麻麻的感觉 麻辣的那种温存 它这个不是麻辣的嘛 可是它就整天还有一种 微微的麻辣感 然后它又是有点点酸咸 对 那个味道不错耶 这样子加上来 这个很开胃喔 因为它的汤汁里面啊 又有一些酸菜啦 还有他们用那个红萝卜白萝卜啊 就是 腌制 用醋 所以它那种酸甜的味道是有在里头的 然后它又带点咸 所以整体的感觉 一喝下去 哇 提神 开胃 然后流口水 这喝起来会有饱足感的那种汤水 而且喝下去非常的暖味 可是它不辣 来 吃这个石斑鱼 哇 这是石斑 石斑鱼很大一个 哎呀谢谢 用这个鱼好 因为它的肉质够厚耶 对 好好吃 其实这个石斑鱼啊 它本身的肉质就是很厚实 可是它并没有把它煮到它很老 或是很粗 还是滑滑嫩嫩的那一种 然后再吸收那个汤汁喔 酸咸酸咸 带一点甜的 其实真的很开胃 很好吃 然后它外皮还有一点点脆的感觉 真的很好 我觉得酱厚的鱼身呢 它就是应该要配搭这样子的汤 因为它才会够入味嘛 你知道 所以是搭的蛮好的 下次你可以试试看 你来这边你是点这个石斑鱼的 然后我现在要吃一下它的那个 辣辣 我只能说它的汤啊很勾混 刚刚喝了一两口 然后吃了鱼肉 又想再喝 所以它取的名字取得很到位 汤很好喝的烤鱼 我们还有一个前菜 对我们 手里我们也留 要把前菜留到最后才吃 因为这里的噱头嘛 OK 可以喝的麻辣糖 那这个 那这个其实也不会差的喔 你看 它是藤椒走地鸡 而且放了很多小辣椒在上面 这是白斩鸡的形式很重要 早得盖啊 所以你想象得到它是多么的结实啊 哦 它的这个走地鸡啊 皮很滑 没有太多的脂肪 肉 结实可是依然是嫩嫩滑滑的 再加上那个糖椒 还有点那个酱油啊 咸辣咸辣这样子啊 很开胃 而且嚼劲实在是很好 真的 有嚼劲 可是它的那个肉质还是滑的 配上这个 它里面的这个酱料 好 可是没有很麻辣喔 那也是 不会啊 这个它一点点麻辣 而且我们就吃了这个 我跟你讲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辣的话 你是可以夹辣的 嗯 你要挑战的话辣 来来来 感觉应该要下碗饭 还是面 小二来碗饭 他的 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 冰山鸡扒 等一下等一下 跟那座山一样大吗 那个是巴杜克的山来的 不是冰山来的 哎呦 我们来到巴杜克吃冰山鸡扒 是怎样的咧 难道那个鸡扒好像山那么大 这样大 哇 哇 你看一下他们的环境 是不是很清明咧 真的 所以它也不会太难溝通嘛 没有像冰山每人这样冷咯 是啊 而且你看 都是一家大小 还是同事朋友 一起来这边吃鸡扒的很多朋友 哈喽大家 哈喽大家 你们好 我们的冰山鸡扒呢 好戏在后头 说好的冰山鸡扒呢 哦了了了了了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姐姐先请你吃这个猪小腿 这个猪小腿很像德国猪手 它皮很脆耶 真的很大个 虽然说它是小腿 它也蛮大的耶 至少很多肉了 它的那个酱汁是蒙古酱汁 颜色非常好看 我相信它的那个味道 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它的这个猪小腿 有烧肉的香气 真的 还有那胡椒香 嗯 来啦 嗯 我喜欢它的这个蒙古酱料 因为黑胡椒放的很多 所以吃下去哦 它够香够辣 因为一般上 如果你吃这种蒙古酱啊 黑胡椒的味道不够特殊的话 它是不够及格的 这是很好的 而且它的肉 我觉得它还有汁的耶 可是皮哦 我觉得它脆度是刚好了 很脆 不会硬的 我吃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很多人会羡慕的 是啦 有些喜欢吃猪肉的朋友 你刚才给我吃的吗 很后悔耶 它是那个外面那层皮很厚实 然后中间有一块脂肪 然后再倒瘦肉的 所以你一咬下去的时候 完成了 人生完整的 它那个口感是很好的 很嫩 外层又很脆 然后这个酱 我原本以为它是咸的 结果吃下去它是带甜的 然后先是吃到胡椒味 后来的感觉就好像 牛奶油有 很大的香味在里面了 对 还有一些生奶啊 对 那基本上呢 我觉得它不像 德国猪手炸得这么干 所以吃下去的时候 口感会更顺滑一点点 再加上它的分量你看 就是一个人吃 你不会觉得太大的负担吗 对不对 一个人吃蛮大的分 这整份呢 一个人吃 这个分量一个人吃太多了 我是很小吃的哦 小鸟味 对 你看 还有mashed potato 还有specate 还有蔬菜 菜 所以这个是两人份的 情侣餐 我一个人吃得完呢 我一个人 你转很快哦 这个都蛮有噱头了啦 这个我觉得更厉害咯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黑芝麻呢 这不是黑芝麻来的 不是黑芝麻来的 我猜它的名字应该是 阴阳鸡吧 对吗 对对对 真的啊 而且最主要中间 还有一颗蛋 就是让我们混着吃的吧 那我吃黑的部分 它是carbonate sauce 再加煮炭粉 所以是黑黑的 哦 不是芝麻啊 不是黑芝麻 然后我这个是cheese sauce 这个也是要拍照嘛 哦 就是打卡一定要的 对啊 很神奇 而且大家看到你的照片就会问 嘿你去哪里这样升级 你就会想 有点光 又可以成为 insta红人鸟 嗯 这个鸡皮是煎的 所以它没有那种脆脆的感觉 可是 鸡肉本身就是湿润的 然后还是很滑嫩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 sauce 它有那个carbonate的香味啊 浓稠度啊 然后它不会重口味哦 所以吃下去还有那个蛋香味 所以很特别 而且我觉得它还是开胃的 不过啊 这个酱呢 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嗯 我想象它可能cheese会很浓很浓 可是它不是耶 它就是稍微比较淡一点的那种cheese的感觉 嗯 然后是比较偏咸的 我们把银和羊吃了 可是中间那个我们没有把它打散 然后蛋啊 它会增添一种软滑和滑滑润润的感觉 它应该是有它的这个作用的啦 对啊 月光盒不是有一粒蛋在那边吗 对 它这样子餐真的有一种蛋香味 可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生 所以真的是要趁它热的时候 趕快混起来啦 所以 一道鸡扒有三种吃法跟口味 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噱头啦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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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山鸡扒你看 哇哦 整座山在这边 有它的冰块 哇 然后它的鸡扒就在里面 而且你看它下面 是垫着那个有孔的一个盘这样子 让它把那水露出去 是 你聪明这样子那个鸡肉就不会软软烂烂啦 来 现在我们要开张了 哦 后面开张仪式 万事如意 你看 把它弄到 它有一个这个啊 哇 哇 很好玩哦 所以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大家都来这边吃 打卡拍照 因为一看下去啊 就觉得说 哇很特别 哇 我抓鸡 我的partner还为我吃 好吃哦 很脆 味道很香哦 哇 我喜欢它的脆度真的 很好吃 It's my turn 哇 很脆 然后外面有一点带冷 里面是热热的 停不了口耶 吃那一口我觉得根本就不足够 而且我觉得哦 他们放那个冰在上面 对 镇压着这个鸡扒是有原因的 是 因为它可以让这个鸡肉变得更脆 这个有让我想到像冰镇菇老肉 或者是那个拔丝地瓜 你知道拔丝地瓜 它有那个甜甜的那个糖液在外面 它遇到那个冷水或者是冰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脆脆的 这个很像 而且啊 它的酱汁酸甜酸甜的很开胃 其实它的鸡扒本身就用了很简单的调味啊 不会盐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香料这样子哦 可是酱汁帮它加分很多很多 真的像菇老肉的那种酱汁 甜甜酸酸的 它的脆真的是很脆耶 因为它是咸的嘛 跟拔丝地瓜比起来它还算是咸的 所以让它吃起来哦 它有别有一般的风味 它脆到来那个皮啊 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它吃一些很脆的面包 或者是那种炸料 炸香蕉皮的那种啊 会不会很crunch crunch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有噱头啊 我更加期待下一站 哇 吃完鸡扒怎么可能没有甜品呢 这个很特别 为什么会有大葱有青葱 有鸡丝 嗯 很蓬松很松软很香 它真的是结合 柜与CAC之间的一个产物 咸甜咸甜的 是 而且它因为有放炸葱 那个味道完全跟一般的蛋糕 不一样了 而且很香 就像是蛋糕本身啊 很蓬松很好吃对不对 真的很神奇 然后你吃到那些青葱的香气啊 让你觉得很像那种贵了 之后你就马上吃到那个SWITS肉蛋糕 它本身那种甜香味 然后很蓬松的口感 好特别哦 如果你们要买蛋糕啊 要预订的话 它们除了做这个即时的SWITS肉啊 还有CAMPERDA CAKE啊 榴莲CAKE啊 什么CAKE都有 真的是臭臭有惊喜耶 不错不错 对 你可以想象吗 在这里可以找到地中海鸡腿 地中海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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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哦 笑人家的哦 自己就会有报应啊 有没有 你会走咯 我们不是要吃鸡腿拌吗 哎哟 通常在这样子的当口 一定可以找到鸡的嘛 所以他们是有卖烤鸭烧鸭 对 所以也是有鸡腿 可是它名字取得很妙 你看 你看 我刚才发现它有腹肌耶 有健身的鸭肉烧鸭 这个是噱头耶 然后他们的老板也是很壮硕 你看到吗 那个是厨师 其中之一嘛 对不对 哦 这么说 那是噱头 你看 我们有很瘦的主持人 很壮的主持人 这也是噱头哦 地中海鸡腿饭 哇 跟咸蛋有交叉咧 有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很吸引人 还有你看 皮纳酱的 金酱的 因为酱料不同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噱头 喂 讲真的 我在这边上班 我会非常开心 对 吃这么大份 很幸福耶 便宜到 真的 而且吃全腿呢 真的是可以让你饱到晚上刚刚好 他们的卖相呢 已经是很吸引人了 那不懂味道如何呢 来 试试看 这个金酱的煮法 有一点不一样的 吃鸡腿一定要拿这个的啊 嗯 很香哦 第一口就很有味道了 因为这个鸡腿啊 它是浸泡在那个调味料里面哦 就是一两个小时又拿出来 等下又再浸泡去 一直这么煮法 所以它真的很入味 那个皮哦 是不是很香 咸香咸甜这样子的 可是它的香料 我觉得它应该放了很多 很多 可是很多都是秘方 可是它放了一个就是罗汉果 是非常吸引我了 它放罗汉果去调它的味道 嗯 我在想啦 是不是要增加它的甜味呢 应该是 嗯 你们有发觉 虽然它用这种方法来煮这个鸡 可是它并没有将它那个滑嫩的口感哦 消失掉 反而说 诶 煮到它的皮啊 还是很滑嫩哦 然后很入味 你要配它的饭来吃 我跟你说它的这个皮真的很诱人 嗯 因为这是甜甜咸咸的 对 甜咸它有那种酱油的香气 嗯 然后很嫩很滑 可是你会觉得 这鸡腿嘛 一定是滑 不一定哦 真的是不一定哦 你要试一下它的鸡饭 这不是普通的白饭哦 因为它也是有放一点鸡油去煮的 它有一点 还有姜 嗯 然后有点巴南叶 香香的粒粒分明之余 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的水分在里面 好吃 你像家里煮的那种 比较偏健康一点的那种鸡饭 它不会说太油腻 因为吃的时候呢 它还是克克分明的 它有它的香气在咯 那些姜啊 巴南叶的啊 那个味道都有在那个饭里面 嗯 所以这样搭配起来 刚刚好 在我们吃那个地中海鸡腿之前 我们先吃下这个鸡腿 为什么 鸭肘吗 嗯 很香咧 那个花生酱的味道 好像是那个沙特酱咧 可是它要把它fusion了 嗯 有加点泰式风味在里面 嗯 嗯 嗯 很好吃 真是我第一次吃过 这样子料理全腿耶 有没有 你吃的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酱料呢 好像那种沙特酱那种 稠稠的那种质感 中浓度的那个花生的香气 其实它的味道是蛮重口味的哈 诶 可是如果比起真正的沙特酱来说 我又不觉得它这么重 因为它真的是改良过了 所以你吃下去 你不完全觉得它是沙特酱 因为它还有别的香料 又有点泰国的元素在里面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不是油炸这个鸡的 它是放在那个 oven里面去烤那个鸡的 对 烤到它熟 可是里面还是湿润的哦 那个鸡肉 是 很了不起哦这个功夫 它虽然说是重口味 可是我觉得它是很有风味 然后它放的那些材料非常的足够 可是在于甜啊咸啊 其实没有这么的重 好像你配到饭吃哦 很下饭 嗯 真的很下饭 真的一般上我看到这样子的 我会觉得它可能很重的甜味咸味 嗯 这个非常的适中耶 我觉得很OK 好 最后来这个了 嗯 地中海的鸡腿啊 地中海酱料 它呢用了三种主要的材料 两种辣椒 呃 chili padi 还有一种是那个辣椒干 辣椒干 还有一个你猜是什么 灯笼椒 嗯 很容易猜 哈哈哈 OK 吃了 嗯 它就有一种中东风情出来 有啊 有耶 说真的那个 有辣 灯笼椒 嗯 它的香味有出来 它有出众 有脱颖而出哦 而且我吃到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因为它的那个香味 其实它真的很够浓 一定要吃它的皮 它会让我联想到好像那种弹笼椒的那种香气 可是它不是一样的啊 不一样不一样 联想到而已啊 然后这个呢 是真的蛮诱人的 而且在众多鸡肉当中它突然间跳出来 杀出一条血路真的 因为它哪是拿去烤的嘛对不对 它其实比较起来它的肉会稍微干一些些 可是不会说那种很柴的 嗯 还是很好吃的 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幸运 因为这三种口味啊 我们都是第一次尝试到 然后尤其是这个地中海口味的鸡腿啊 它不像一般的人当鸡啦 或是咖喱鸡这样 多了更多的内涵 然后不同的层次 所以我吃下去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很开胃啊 虽然说啊我们人生很多东西 未必能够得到或者是心想事成啦 可是你不会觉得啊 只要你三餐 你可以吃到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了 突然间这么感性的 当然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美食 推荐给我们的话 让我们去介绍的话 请寄来我们的email box ok 要好吃哦 不好吃我们不要去哦 等你哦 diplomatic转发 啊 帮忙 啊 啊 还不说 还不说 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